二手楼价指数连跌两个星期 累计跌幅1.5% 是大约10个月的低位 分析认为跌浪还未完结 二手市场在六德名赠实舍的个案 沙田九套山一个山房 七年纪升值4% 原业主盗舍几万元 清衣有业主低市价卖楼 原浪一个半新盘 由两房单位低市价一成租出 月租一万一千多元 在粉岭都有个案大幅减租一成 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体》 我是梁永祥 我是梁彩莹 在疫情持续之下,楼价跌了转急 代理的统计显示只是两个礼拜 整体二手楼价就跌了1.5% 不过最新公布的指数仍然未反映严格的防疫措施 代理都预料楼价还要继续跌 第二季都未必回升 确诊个案急增对楼价的负面影响逐步在数字上反映出来 由代理编制的二手楼价指数连跌两个星期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3.06 按周跌0.78% 去到大约10个月的低位 两个星期累跌1.5% 重返去年4月中的水平 以赤数分类 中小型单位指数按周跌近0.8% 同样是大约10个月的低位 大型单位指数都跌到去年12月中的水平 按周跌幅达到0.7% 四大分区楼价全线向下 以新界西和九龙跌势比较急 新界西按周跌超过1.2% 创大约11个月的低位 九龙跌超过1.1% 跌幅是大约两个月以来最大 新界东和港岛跌幅相近 代理说楼价跌势不算急 认为市况仍然稳健 很理性 我们不是发生大追乱 疫症又不是今天第一次开始 他又认为如果疫情持续 楼价会继续下市 甚至跌穿180点的水平 也不期望第二季楼市会回升 2月底再下去 再下两点 3月再看 3月走 疫症还走不走 如果疫症再叉下去 会再调两点 希望疫症快点过去 乐观点 希望今年第二季 楼价可以止跌回稳 不是回升 回稳就好了 在133个成份屋院当中 受楼价和单位质素影响下 有六成半 即是87个赤银按月向下 这个星期公布的二手楼价指数 主要反映上个月24至30号 签订临时买卖合约的交易 已经反映新一波疫情的影响 至于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对楼市的影响 就将在3月上旬公布的指数反映 市场的气氛悲观 如果屋院本身的楼价走势 已经是落后大市 业主就更加要扩大减价的幅度 甚至要涉让 有急于卖楼的业主更加在短时间之内 突然大幅减价近100万 低市价6%卖楼 二手气氛疲弱 个别本身楼价走势 已经刨书大市的屋苑 再录得名赞实舍的个案 位于沙田九套山的半身屋苑 九龙山奥龙角二座 一个中层私室 实用952尺 开析三房套年工人房 原本开析1350万 在买家降价之后 大幅减价超过110万 相当于8% 以接近1240万转手 实用尺价大约13000元 代理透露 原业主在2014年底 以大约1190万买入单位 持货7年多 单位账面升值4% 不过计算印花税 和二手佣金的费用 实际上到蚀几万元 同座一个中层两房 实用705尺 也减价一成转手 成交价940万 尺价13000多元 这个单位的原业主 同样在2014年底入市 7年多单位升值近6% 扣习费之后 利润不够10万元 同样都是三房单位 在指标屋苑红磡的黄埔花园 也找到尺价大约13000的个案 一旗三座一个低层D室 实用近780尺 开积三房套连柱密室 向东望街景 最新以1050万转手 成交赤价大约13500元 看回成交记录 同座同室的低层单位 在前年5月的时候 录得1120万的成交 上述单位的造价 比超过一年半之前 低超过6% 不过最新一中的成交 原业主在2013年8月入市 持货大约8年半 转手账面获利240多万 单位升值三成 提到急于沽货的个案 最新都出现在青衣的浩景湾 10座一个高层B室 实用近500尺 开积两房 可以享有全海景 原业主在上个月底才放盘 叫价990万 在几日之内就减到去970万 但是去到星期四下午 突然砌价近8% 以895万雇出单位 累计减价95万 车价17900多元 比市价低6% 代理表示 最近三个月的海景两房 造价普遍大约950万 新的成交跌穿900万 贴近同屋院的原警单位 不过以原业主 在2009年的买入价 大约314万计算 13年仍然获利超过580万 单位升值近1.9倍 市道转差都影响租务市场的表现 同日有两宗大幅减租的成交 业主都是看探后市 有个被新入伙的项目 租金就可以站稳 在大国咀有1房 以14500元租出 回报有2.6厘 农历新年过后 加上业主愿意减价 有代理表示租务活动开始增加 不少业主都有价港 在元朗远离港铁站的 Residence 余伯伯 二座一个低层私室实用456尺开职两房间隔 包括一个14尺的露台 原本租租12500元 业主见疫情严峻减租1000元 相当于百分之八 以11500元租出实用租租25.2 代理表示新成交的租金比市价低一成 吸引区内的租客乘租 业主在2013年初以409万买入单位 就算在减租之下 回报都还有三厘三 代理补充 元朗的放租盘 港价幅度大约百分之五 带动区内的租务市场 今个月至今录得超过70宗的成交 同样是远离市区 邻近港铁站 但是楼宁旧一些的屋苑 万多元的预算 已经租到三房单位 粉岭中心L座一个低层零室 实用510尺 开租三房 原本租租15500元 业主为求尽快租出单位 大幅减租1700元 相当于超过一成 成交的月租13800元 实用尺租27.1 代理透露 新租客见业主愿意让步 所以即时租下单位 以业主2019年的买入价 598万计算 现水平的租金 可以带来二厘七的回报 差不多的预算 如果希望住在市区的新楼 面积就可能要小一点 刚刚入伙的大角咀 历程湾23 中层私室一房 实用317尺 原本叫租15000元 轻轻减租500元就租出单位 成交尺租45.7 代理表示 新租客来自其他区域 是一个单身女士 因为喜欢新楼 所以租下单位 以业主去年年中的买入价 大约662万计算 回报大约2厘6 有统计显示 去年第四季楼价下跌 但是租金企稳 推高私楼的租金回报 在去年12月 报2.4厘 按月升0.01厘 当中新界西表现比较好 回报率有2厘55 仍然不够3厘水平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有营舍潮流 去到何文田 看一个顶层连天台单位 代理形容是空中阳房 有些什么特色呢 回来节目时间 何文田站一带了 近年推出的全新项目 造价理想 个别特色单位 赤价接近7万元的水平 有同区的业主 见到新盘的造价理想 都决定开高价卖楼 单位的质素是怎样的 一起看看 何文田属传统豪宅区 而且拥有效盲优势 深受用家 特别是家庭客欢迎 参观区内斗龄大约22年的 丹堂式物业 阿尼德华台 是木外街38号韩文田区 现在我们身处的单位 就是在顶层 47楼至49楼 总共有六个特色单位 但是尺寸最大的 就是C单位和D单位 这个是2550平方尺 是一个空中的房子 连天台有平台有露台 是一个很特别的单位 业主在2006年买入物业 华丽的设计风格 身内采光度充裕 客厅宽敞 放了大型曲尺沙发 还划分了酒吧区 酒品珍藏丰富 都有大量酒杯 因为业主是做生意的 所以这里设计到 可以招呼客人 可以大现身贫 也不会失禮 室内设计的 业主花了很多心思去做 好像改了一个开放厨房 另外客饭厅也超大 要来招呼客人 也非常宽敞 很高兴的感觉 开放式厨房设备充裕 连接饭厅可以容纳多人共餐 同层有个过百尺的露台 遥阔开阳的景观是卖点之一 可以飽覽九龙多区 还可以远望港岛维港景 沿着楼梯再上主要是寢区 先参观主人套房 开析呈长形 面积大约350尺 商人床两边有床头柜 入场高薪衣柜收纳不少 另一边有梳妆桌 业主还按喜好 在房间放了一套着事鼓 套翅淋浴浸浴兼备 保养尚算理想 特别之处是套翅里面有个桑拿房 同层书房附切落地大窗 非常光芒 再上一层三间房由走廊连接 这间面积大约150尺 开析市井有露台 可以享有少量海景 单人床靠长方 窗前有休闲椅 书桌连书櫃等等 另设高薪櫃 另一间房面积大约100尺 同时用纳衣柜 书桌和睡床都不成问题 业主喜欢宴客 又怎少得客房呢 面积大约250尺 放了两张单人床等等 房间还有套翅 保养良好 设备齐全 而且有窗 不是黑翅 同层还有个黑翅 呈曲尺形 单位附设超过200尺的天台 用来招呼朋友都不成问题 除了有酒、器皿等等 还有些小家电 可以和客人一边喝东西 一边欣赏风景 单位连三个车位 现在叫价2亿 他都知道天柱 有一个duoplast是2270多尺 都卖了1亿5900万 围到6万8千元一尺 他觉得这个位置 楼层高距大概20层 还有景观 他觉得会更加开阳 更加美 所以他就比较进取一点 叫一个2亿的价钱 当然这个价钱 我相信业主 可以有些商业的空间 代理说大厦暂时有七个放盘 不过顶层特色户 就只有参观单位 只是放售 这里有两个大的特色户 就是2550尺 另外有四个小的特色户 就是1770平方尺左右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放售过 所以他们都很拭受 由于放盘属屋苑 有两个小的特色户 管理费都相对多 每个月超过10万元 阿利德华台只是一栋单栋楼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个clubhouse 有一个户外的游泳池 都挺大的 另外还有健身 有小童玩的地方 都挺齐全的 鄰近生活配套方面 去何文田广场 步行大约四分钟 附近有街市、超市、食肆等等 至于交通不开车的话 走大约10分钟 可以到达何文田港铁站 另外在屋苑附近 都有巴士前往各区 今集先看到这里 西贡双丝湾环境宁静 住屋密度相对低 参观放盘 实用面积超过2000尺 室内空间感强 业主还花了不少心思去设计 保养是怎样的呢 请留意下星期迎舍潮流 不少人都喜欢家里有一种豪华感 但又不想太过浮夸 有设计师就建议 由装修材料着手 令单位看下时尚一点 一起看看 矜贵的天然石材 应用在洋房不同的角落 业主其实他都喜欢一些天然石材 将它特别漂亮的位置 显现在一些当眼的位置 就可以令到那个石材 发挥到效果 我们有些光光打着它 令到那些金沙可以有少少闪力的效果 就已经可以带出那个贵气 而又不需要很刻意地太过金碧辉煌地去做 配搭柔和的木色 营造出低调奢华的感觉 不想太过华丽 不想太过精彩 但又希望有少少 现代经典的沉淀的感觉 我亦都用了一只 叫做水谷柳的木 这个木的颜色 又不深色又不浅色 在櫺子做到两米半高的高度 剩余的位置 我还用了一些木条纸去处理 希望令到房子有少少低调 有少少日式的味道 做出来的效果 令到房子看下去 轻滑得来又不会太过浮夸 看出来是比较modern 除了设计风格之外 户主两夫妇都非常重视家居的功能性 譬如园南户主 希望有个品茶区 而女户主就需要大量收纳空间 摆放她珍贵的衣物、手袋 平日经常烟壳的她们 还希望为朋友预留住宿位置 设计师仔规划洋房的内拢空间 认为在地下大厅增设品茶区 比较合理 不过大厅情正方形 也有少少巧喜设计师 如果只是饭厅 把方形切开就变成长方形 摆位置可能看电视会太近 如果不是太近又太窄 就是梳化位 而餐桌那边也不能选择 只能够摆回长方桌 但也不代表它真的够你坐 但只要将大厅划分成多个区域 在空间分配上就相对容易 功能上 南户主希望有个茶区 如果茶区是一个正方形 里面是一个corner 一个corner做茶区 一个做用餐区 一个用客厅 所以我已经将正方形分成三分 我只要帮它加多个功能 就是做多个酒吧区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田字形 布局 不过当然这个田字形 就是四个口 就有些大 有些小的意思 这样去处理 令到客饭厅的布局 很鲜明 功能上也很清楚 至远女户主的大型衣帽间 顺理成章就设计一楼沉区 设计师将原积四房三套 重新规划成两间套房 经度身订造的衣帽间 就是经主人房进入 衣帽间都安装了面容识别的机 主人房也是 所以它要用它自己的面容 才能进入房间和衣帽间 如果需要打掃的时候 它也要在场才可以 我将其中一个浴室也拆了 打通了两间房间 就变成一个超大型的衣帽间 里面的面积超过400尺 所以里面可以容纳的衣物和手袋 就可以颇为多些 另外一间套房用来招呼朋友 同时也是一间多功能房 现在我们用的这套变形家具 它是一个书柜 但是它转了出来之后 也反了一张床下来 变成一个睡房 当然如果收起了一张床之后 也可以摆在麻祖桌上打下麻祖 也是一个多了的功能 而为了令客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护主对于羊房大门外的装饰摆设 都非常讲究 为了凸显羊房的气派 设计师特意在大门外面 做了一座三米高的黄铜雕塑 看看外形就像谷壳一样 寓意生活美满和丰收 用来燕壳的户外空间 设计当然不能够抹股 设计师分别在天台和花园 都做了特色灯效 看起上来的形格也很实用 可以令到灯光不是在低位照出来 但又不是大光灯地照着花园 灯架本身是一种设计 如果在晚黑的时候 我们穿上更漂亮的灯效 就令到视角空间大了很多 除了它有这个装饰的作用之外 亦是一个照明的效果 开派对或烤焙 所以上面的灯光效果 我更加需要真正做到照明的作用 否则烤焙烈了也不知 做这些灯架的时候 要向屋宇署做了一个入职申请 把它当成一个栏杆 即花园栏杆安全的问题 我要做高一点栏杆 这样去入职 只不过在栏杆中加了一些灯光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合法 今集先看到这里 营造怀旧的家居设计风格 需要配合復古味道浓厚的家品装饰 如何令家庭望起上来富有歌姓 感觉又不会过时 敬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自负 再见